Ivan很不利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見 Ivan在合牌中了兩隊 對他來說 這是一個Miracle Card 他在這邊 本來是覺得自己排力不一定比對方強 但是因為這場合牌發出來時 他會覺得他應該是這局贏的玩家 對 如果我是他 我應該會下一個蠻重的組吧 Belube 我可不可以打一個50萬一個底次 他在這邊選擇下足了37萬5千 Action到徐亮 那徐亮是一個頂兩隊 那 根是一定根的 他只是在想要不要加住吧 那在這個board上面 我覺得call會更好 因為這上面有K勾 也有78 還有勾8 這種可能性 然後呢 當然他們也是小忙大忙的位 所以這是 很有可能手持的一些 組合 那這裡看見 徐亮選擇只有跟住 然後呢 非常開心 對自己的 圈9 可以拿下那麼大的一個底次 那徐亮也是 這個比賽中 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玩家 所以現在在兩個人 出局我們就會看到我們今天 Final Table 那這裡他現在 累積積分牌是270萬 54個大貓 現在剩下的玩家 我還 我倒是蠻希望 Michael Soyza贏 因為應該剩下這玩家 我跟他算是 我算是最熟 最認識他的 他人也非常好 對 人非常好 很有禮貌 很客氣 都不會 也不會很 就覺得自己贏了 很多說說笑笑 對 他是一個就是 跟你差不多 就是心態非常好的一個人 對 我很久以前跟他說過 我說 因為他那時候在馬來西亞工作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轉身子 對 吃掉你的那個工作 做職業玩家 他的 女朋友 也跟著他一起轉全職的撲克玩家 然後這次女朋友 也打得蠻不錯 他好像 去年 是開始 把自己的工作也吃了 開始做職業玩家了 那跟著 Michael Soyza 就是全世界的 就是打撲克比賽 對 好像看 去年的成績也算不錯 對 好 好 直接open 十個大忙 就是我要owin 這樣 好 Pocket 5 擁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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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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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牌選擇下注五十萬的積分牌 差不多是一個滿底池的下注 那許亮這邊只有一個死嗨 應該就只能放棄了 那許亮在這邊有考慮 但是呢 做了對的決定 起牌了 5-6 抽碼 兩百四十萬 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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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我們的四人桌 Greenwood他沒有open他的7J off 其實7J off我記得好像也不是在50%裡面的牌 好像就在滿邊緣的 55%左右 Ivan Leo 27off 在小芒選擇加組 對著徐亮這樣的玩家 在大芒威他還用7-2 這樣的手牌去做個加組 並沒有氣牌 對 有很多玩家在這邊選擇的 應該是放棄他們的7-2了 那這邊我們看見槍口衛 Greenwood拿到A10 然後他總共後手籌碼是16個大芒 那他在這邊 因為是6人桌 喔這裡人數更少 4人桌的位置 所以 我覺得會是個open call O-in的牌 如果被O-in的話 A10應該是會更 因為在這16個大芒 A10算是滿大的 那他在這邊做個race 是希望後面玩家 推他O-in 後手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徐亮會直接O-in 20個BB的話 大芒只有20個BB 那對手只有16個大芒 我覺得徐亮的籌碼量跟手牌強度都是非常大 我覺得可能會直接O-in 那需要考慮的是 Sam Greenwood籌碼量那麼少 為什麼沒有直接推進去呢 為什麼只做了一個race 所以他做了比較謹慎的決定 就是用A10 在小芒位做了一個call 這個是4人桌 這個A10還算是有點大 那這裡發出來是23的面 好 雙方都沒有擊中 那這裡雙方都沒有擊中的情況下 Greenwood 在這裡他會不會繼續下注 我覺得可能不會 因為他現在 雖然有個battle trade的機會 可是他沒有後門花的機會 沒有任何diamond 其實A10還是有一些showdown value 還是會領先對手的一些range 但是這個面也算比較乾 沒有就是有任何買順的 如果出來是什麼 圈93兩張方片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過牌 這邊的Sam Green有可能 有可能會選擇下注一下 對 有可能會選擇下注一下 好 他選擇了一個check 有可能因為Sam Green 考慮到自己後面的後手籌碼 並不是太多 所以比較小心一點 那這邊我們看見 在轉盤 兩位玩家都有擊中了他們的對子 都是一對四 然後呢是A的踢腳 那這邊 這邊 許亮應該會是個check call 或中下注 我覺得應該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呃... 會不會在check呢 他現在這個牌 算是有showdown value 好 他要選擇下注囉 在30萬人底是下注了10萬 這把應該算是和平收場 應該River會是個check call 之後來個check check 之類的 那這裡Greenwood他選擇下注量 是Pod的三分之一 也算比較小的一個下注 現在面上是有兩個花可以買 也有順 可以買順的面 那這邊許亮跟注 那這邊許亮跟注 那這張K 我相信是許亮很不想看到的一張牌 那這張K 因為對手在 Flob沒有打 其實對手的手牌範圍裡面會有一些 K狗阿 A狗阿 AK阿 那這張K 其實對許亮來說算是一張蠻不好的牌 對 那 可是 還好的是 Greenwood他現在也是有show down value 兩個都 chop 好 和平收場 我們看見Greenwood也非常開心 對 可是這張K的確是他蠻不想看到的牌 不可能打 對 沒位置不可能打 對 在 短籌碼的時候 每一片籌碼都是非常珍貴的 對 好的 他們 因為他這個 OK 他的牌要 OK 我覺得你放這邊會比較穩 嗯 好 等下你又折到他的牌 對 看不到 那 這個直播 是來自傳奇撲克 藍點娛樂場 韓國的激州島 那這每年都會有激州島傳奇撲克的這一站 接下来我们是5月份会在黑山为大家做直播 详细的时间有出来了吗 应该是5月4号开始 5月4号 那也就是EPT蒙特卡罗结束后 详细时间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是差不多 那时候 880 我没办法 880 我的盒子是880 所以我没办法 太幸运了 Sam Green 他现在的筹码量好像是88万8千 非常幸运的一个数字 所以他应该是这个比赛不会出局的 那这些西方玩家对我们东方的那些迷信方面的那些都非常熟悉 对我们也看见他们就是拿筷子的知识都非常标准 对啊 说真的比我妹妹还有标准 好我们这边 S10 他感觉像要射个陷阱 想要射个陷阱 想要Limper Race 不可能就欧赢他 那是他的幸运牌 那这边开截Ivan6选择7-4 同化的牌 过牌了 那这边我们发出来是K圈5的面 那这边战士Greenwood领先是A10 A10如果是check code也算是没有毛病了 对这边呢Greenwood他有买中洞的机会 对那Ivan6是有后门顺花的抽的机会 所以只要TUN来了一个4-6-7-8 Diamond他应该都会持续的开户 那这边Ivan是选择下注 然后Greenwood做了一个跟注 好这张Q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Ivan应该会选择放弃了 因为这张对整个结构不是有太大的影响 他的牌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 那有可能你是不熟悉Ivan吧 有可能Ivan在这里 好他确实是选择过牌了 那我觉得Ivan他是就是 不停的有调整 他在这桌上我们可以看见 他有时候打得非常凶非常松 那也有时候他会变得比较紧 那这里有看见Greenwood在合牌中的两队 一共这里是圈圈 实实A的踢角 他下了一个超级小的一个费 在31万底下注了8万 其实那里Saint Greenwood的 其实他的Saint Main 6费 其实都打蛮精准的 可是他上次遇到 迪伯洛斯是被 确实Race Bluff 可是他在A10他也是觉得 应该重死觉得自己领先 所以以后遇到 Saint Greenwood Ribble要多Race他 Ribble的Saint Main 6费有点多 嗯哼 对 那他这边Saint Main 6费后 你有可能要Race比较大一点 对 有可能要把他打个All-in 那这里许亮 是我们这桌的积分牌领先者 是241万的积分牌 那现在盲住是255万 千住是5万 三五盖牌 盖牌 我们的Greenwood现在筹码也是翻到22个大碼 A6 OF会不会选择加注呢 现在其实如果小盲Limp的话 大盲加注的尺寸大概是3.5到4个BB 都算是蛮合理的 哦 Ivan中了一个K 我觉得可能这个K是可以check到Ribble 因为他其实都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对于整个排列结构 对 那我觉得他K是应该会一直check 其实我觉得许亮这样 许亮这个A6也不一定要打 因为他有一个后门花 而且他有一个S 还起领先对手很多的Range了 其实这边也不一定要bet他的A6 那这边Ivan是一个Easy Call 这里是两队KK圈圈 现在应该会是个check check 因为S High其实还是领先对手很多排列的范围 而且你打只会让对手有更 让对手有K跟啊 对手有J High可能都跟不了 所以这A High我觉得是一个check San Greenwood跟Lugas Greenwood 刚刚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是 是他的兄弟 兄弟 这长得超像 他们不是双胞胎吗 不是双胞胎 他们一共是家里是三个兄弟 对 三个都打骨骗 好像Luguinwood是哥哥 对 Sam Greenwood是弟弟 但是早期是好像Sam Greenwood打浩克赛的 哦 这个River又超车回来 这个River被许亮 现在拿到更大的呼噜 那我觉得他这个K可能也是要跟住 因为他其实在 首先许亮在prefub没有选择用A加住 那其实他A隐藏的蛮好的 那这边在这种结构上 你中了一个K其实也是很大 你只输对手A 可是其实对手在有一半 基本上有一半的A以上都会加住 所以这个没有加住A也算隐藏得很好 所以这个K蛮有可能是要支付 而且也算是必须要支付 哇塞 Over Bay Over Bay 30万 还是获得支付 那我们看了 看见Ivan Lio在合牌的时候 做了这个Core 已经知道就是不是有很大的信心 在这边他想到 是不是合牌是有对方超越了他的牌力 对 其实这真的很蛮难盖的 对 对啊 因为真的你 这个这个在这个结构上面 这个K是真的是已经蛮强 看来许亮不止打好 今天运气好像也蛮不错的 好有点心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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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Ivan Lio 筹码掉到两百万 这把没有意思哦 Cut off Button 然后 笑吗 三个人都是A2 off 那这里许亮还是我们这桌的几分排领先者 followed by Ivan Lio Sam Greenwood TongTong Show 暂时是这桌的Short Stack 它是有18个大盲主 那现在我们是决赛桌的泡姆器 对方的 是 ok hand 对吗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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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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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概還是有八名玩家 那現在分別兩桌都各剩四個人 所以就在一名就可以進入我們的 Final Table 就像我剛有跟大家聊到去年的 OC Million就是兩桌各剩四位玩家 最後我出局了Final Table Bubble 沒進入他們最後的Final Table 七個人的Final Table 我們的Sangryu 這邊應該是22BB可以直接O-in 對這邊A圈是非常強的牌 然後特別是在四人桌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你要3B扣4B的O-in也不會不行 他其實也是差不多就O-in的意思了 對 他直接3B到70萬後手增加40萬 其實跟O-in沒有什麼兩樣 那許亮還選擇蓋牌 嗨 嗨 也是認識10年了 對 從09年開始打POOC開始 對 打黑格到我們打牌我們就認識了 對啊 對啊 那這邊 我們看見 這次的Tung Tung Thiel沒有排可以繼續 他已經沒有排滿久 其實這邊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你一把牌沒打好你的氣就沒了 而且接下來很多垃圾牌 對 被偷奈 有時候你一bluff人家 像剛剛徐亮有沒有 突然就來一個AA 這其實雖然有點迷信 可是好像蠻常發生這種事情在自己身上 那這裡看見R1-6跟徐亮又在BVB 那這邊R1-6加助為十二萬五千的積分牌 好 那我覺得徐亮這邊應該是會 可以抵抗 對 今天A群是非常強的 那這裡R1-6現在是Tran High的牌 那他做一個繼續下注 然後呢 下注為十五萬的積分牌 下注為十五萬的積分牌 很完喘 還說你拿一下點餐 深入力好強 大家還以為男的是瘦子 沒關係大家不要急 男的馬上變瘦子了 最近我們在我們 我也是最近跟朋友 我們之前有一個賭注 我們有五個人在比賽減肥 其實你們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已經瘦了大概六七公斤 就大概十二十三斤 十四斤左右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在比賽減肥之前 我們大家就拼命的吃 而且很好笑的是 我們那天大家比賽的 量體重過磅的時候 其中一個玩家一過完磅 就吐了 他大概喝了四千CC的水 哎呀沒有想到這個 然後在下次量體重的之鞋 大家都去Sona裡面坐上五個小時 大家都每個人策略 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Grainwood在UTG位 拿到了一隊A 加住到十萬 但是呢不幸的是沒有人 可以抵抗了任何底牌 就齊不肥 可以抵抗了嗎 都不敢抵抗了嗎 但你不是某些人 你還是幫我打擾了嗎 多露出 这边在枪口位,这真的也不算枪口位了一位思贵玩家的时候 就是Cut-Off 对,他是Cut-Off位,我们看见二位六拿圈九的牌 加注为十二万五千的积分牌 那这边Sam Greenwood,他是拿到可以跟住的K3童话牌 那这里翻牌后,我们看见Greenwood在这里是拿到了顶对 然后呢,Ivan是很少的out 这边几乎Greenwood是百分之一百赢下底次了 那在这边flop两位玩家都是过牌 那在这个中晚牌上面,Sam Greenwood继续过牌 Sam Greenwood其实就是他的风格,我觉得他会射蛮多陷阱 像刚刚Sam Greenwood也是有一把是两队,他check了两次,他在tunch的wrestle 他做很多就是check hold的动作 对对对 那确实引来Ivan Liu在turn上做了一个九外积分牌的下注 那这位Greenwood选择跟住 好,顺利在埋伏成功,多赢到了一个bet的筹码 对对对对,我们看见他就是在泡沫期前面一直都是10个15个大盟 对对对 那现在盟柱级别升为3万6万,前注是6万 给他开始动转结架 看影响 按赞的人 ま先中两 lows 五五四小 徐亮會不會繼續來 現在徐亮的open的範圍其實蠻寬的 他現在加注的頻率算是非常非常高 那他也覺得就是 他下面兩位玩家打得還算比較緊 那因為他們的籌碼量也不多 所以沒有做很多反抗 然後呢這邊 艾文六 K4大薄的牌沒有做抵抗 我覺得他這邊很少會看見他用K4這種牌給氣 他可能也覺得現在徐亮的氣勢正好 而且他自己對他沒有位置 謝謝 去沒牌非常久了 他這把停下來想是不是 有什麼想法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忍一下 現在還有十 十二個大忙多 我覺得還是可以忍一下 那他在這邊考慮的是 因為他下一把就是要大忙了 而且又是有錢住 他會要付大概十二萬的積分牌 那觀眾朋友們問我們兩比賽獎金有多少 大概都有超過一百萬美金差不多 大概一百一百萬 剛過一百萬吧 都差不多 兩個人都差不多 都是打十年牌都差不多 當然希望有一天可以就是 就是在這種超級好客賽的 對 超級好客賽短期內對我來說是比較不現實 對 舞台上給大家 像WSOP可能稍微有點機會 這邊呢最好是有衛星賽 對對對 那參加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我跟大家一般在澳門的那些好客賽會參加 那那些好客賽也一般都是平均 一萬五美金的這種賣路吧 對 十萬港幣 大概是我目前能打最大的比賽吧 而且還要賣股份 賣股份有時候是件好事啦啦隊更大 對啊對啊 我之前有一次試著反向操作 我是賣說 我會贏冠軍或我會Final Table 什麼之類的賭注這樣子 結果後來 我就後來變成打到Final Table 大家說不要贏不要贏不要贏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有點被負能量所影響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Greenwood 在這個翻牌後 拿到了頂對圈 他在有優勢的Della位下 徐亮選擇過牌後 下足了十二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這邊有個頂對 徐亮應該是有可能會跟住 看他這個眼神是不是有點想要去Grace 那這邊我們看見徐亮是中了敵對 好 十二萬五選擇跟住 這邊跟住一個敵對也算是很正常啦 那這個轉牌來了一個A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Sand Greenwood 這邊很有可能會再做一個下足 因為 當然對手有機會有Ace 那當然有Ace當然就輸了嘛 可是我覺得這邊可以下足 然後讓 對手 對手假設他有Ace當然會跟 那River其實就可以show down了 或者是他這邊可以做一個check 來抓River的對手的一個bet這樣子 可是 OK 那果然會比較像一下 比較像那個Sand Greenwood的風格 他會選擇check做一些陷阱來抓River的對手的bet 那這樣也是很好的一個控制 對 可是我覺得他就算下足我覺得是OK 就是兩條策略其實所要求的結果其實都是一樣 其實就是在應該就是還會再放入一條街的錢 只是這一條街 這個bet是要放在Ten Greenwood 或放在River 其實都是可以 就是看你要 呃 臨時的 要怎麼樣去選擇 對 那你知道這幅牌如果是一條街或者兩條街的話 你會可以選擇放在哪條街打 對 那你覺得Sand Greenwood會不會再來一個Think Value Bay啊 什麼十五萬之類的 四分之一 其實有可能 因為其實他應該會覺得自己的Q是領先的 嗯哼 那我覺得 那以我們剛剛看的Sand Greenwood的一些風格 他的River的Think Value Bay其實是蠻多的 那我們剛剛也預計說我們 他會放兩條街的錢進去 所以 他這邊有可能會打個十五到二十萬 四分之一 左右的籌碼 他打多少 哇 比我預料的大 他打了 一半 好 對手氣牌 好 可是我阿比River感覺得打很小 我應該會打 我自己本身可不可以打小一點 可能十五萬 他打了二分之一 字幕獲得會打克風扇 我應該看到似乎是 claimspracct-Antonius 他身處理? 我應該有些甚至可以貓 我進去看 繼續看 这位大神说他昨天刚到 Patrick Etonius说他短牌研究时间不够久 他暂时还是选择打长牌的游戏 Patrick Etonius 以前是一个职业的网球选手 所以他身材还保持得蛮好的 他长期是住蒙特卡罗的 那以前是运动员的话就是你一直都会比较注意你的饮食方面 锻炼身体都会比较注意 他有时差关系他说他昨天睡了15个小时 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对非常重要但是这时差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那好像大亨你还没有对这就是 我是不太会有时差只要能睡就好了 你是可以睡得饱也吃得饱 对对对 他可以就是很疯狂的帮大家做什么12个小时解说 回到自己房间还会继续打线上的什么扑克比赛 对对对 然后第二天睡两个小时起来又帮大家做解说 可是你觉得那非常得累 我以前比较多之前 Aber you know 我必须变 ghost 我觉得Antonio 去年好像在亚洲比赛 有赢一个蛮大高额的 那也是很有名的一張照片 抱著一堆港幣的那張照片 好像是幾千萬港幣 是一桶的 對啊對啊是超大的 對他那個好像是超級晚的 對對對超級晚的一個好喝賽 看來以後亞洲的最高的好喝賽 應該就會再有傳奇包辦了 這次我們有看見就是有很多玩家 以前沒有見過的那些玩家 而且你看安東尼有從以前 我們在Highstep看他的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而且還是看起來很有活力很年輕 對 像Ivy感覺好像胖了一點 Ivy是胖了一點 在亞洲打牌應該每天都跟老闆們吃魚吃吧 對然後賭王看起來好像憔悴了一點 對安東尼還是很帥 我老婆也是很喜歡他 也覺得他是一個很帥的職業的撲克玩家 那安東尼說他最近自己有開公司 也是他外套上面的一個公司叫Flop 其實亞洲其實蠻可惜沒有人做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中文的教學的一個網站 其實亞洲還是蠻有市場的 可是其實要經營這些事情其實很累人的 你要做視頻幹嘛幹嘛 其實沒那麼容易的 那撲克之星呢是有一個撲克學校 也都是一些免費的文章 大家都可以看 那以後他們還會推出一些視頻 那那些資料都是免費給大家可以看的 那也算是不錯 如果就是可以得到 中文版的任何撲克上面的資料 就是給大家會有帶來很大的幫助 是 很多小的活動 在搭乎的更多的活動 我正在想帶來一些高速的活動 但其實我希望有更多的活動 因為Triton是真的 他們是最好的高速的活動 希望他們會在歐洲的活動 所以Antonio是哪一個人 他看起來很像澳洲人 我一定會在那裡 他是英國嗎 他是那裡 他是Sweetish 瑞士 瑞士的那裡 感覺到陽光很像澳洲人 對就是好像在商台上 然後去 打網球 對 有那個挺像的 那最近 前一段日子你也是從澳大利亞的白外賽過來 對 是澳大利亞 我覺得澳洲白外賽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賽事 然後雖然這次沒有贏到什麼太大的獎金 可是主賽的門票打了三張 是 打了三張門票 對 很多職業玩家在那個期間他們都會 也許他們陷阱多玩家他們都轉去打衛星賽 其實在澳洲衛星賽算是蠻不錯的 很多我聽過最誇張的是有打過十張的 對 然後那天在現場遇過一個打六張的 那你知道他的原因是 他一年都會有衛星賽 每個星期都有 那 哇 現在我們屏幕上面有 非常精彩的拍 回到現場這一個 那 我們這裡是翻牌前 徐亮做了一個家主13萬 Greenwood做了跟注13萬 那 徐亮是 莊家衛 Greenwood是大毛 翻牌後 Greenwood他選擇過牌 徐亮下注7萬5千 Greenwood選擇了家注到27萬5千 徐亮跟注了 那在這邊我們看見 徐亮在轉牌上 是 童花順 童花順 非常lucky 那這邊呢 Sam Greenwood 他是頂隊 是有帶買順的機會 但是這個盒牌是沒有出來 那他這個River應該 依他的習慣 他會做一個 價值下注呢 小小的價值的Value 可是他後手剩下130萬 裡面是140萬 那 我們的 徐亮 是有一個 超級超級堅固的Nut 所以這排 喔 Sam Greenwood是在Flubber做了 Check Race 徐亮跟了一個 Check Race 那現在這River 那現在這River Greenwood 有可能把自己打成 Bluff嗎 他有一些 Showdown menu 應該不會吧 哇 所以徐亮在這個Flubber 就已經超級大的牌 他Flubber就是天生順帶買銅花順 然後馬上中 然後在這個結構上 被Chelis真的超快寫 可是Sam Greenwood 他這Chelis的原因是因為 他應該也是為了保護他自己的棋 而且他本身又有Block很多順子啊 然後又有紅心7 所以他的牌其實也算是蠻強的 可是他的Chelis有被徐亮抵抗 那在這邊 其實他想不到對手有什麼的Bluff 可是他自己偏偏又剛好擋到對手一些 成牌的組合的牌 這邊他其實是一個蠻難的決定 他擋到紅心又擋到順子 又有Flubber的頂對 然後在140萬的底子 徐亮下注了60萬 好 是一個GoodFull 那徐亮會不會開他的銅花順出來呢 不可能 徐亮這種職業的玩家是不可能讓任何人看見他的底牌 除非我們是 攝影機 比順子還大一點 對 非常厲害的 銅花聲 這銅花聲 有花 比花再大一點 就艾伯說 蛤 什麼意思比花再大一點 2 3 等頭2啊 傳牌 那這三個 他聽不懂中文是有點吃虧 他在聽到底徐亮 是跟他們說他的手牌是什麼 那 觀眾朋友們 我們暫時休息10分鐘 那在這10分鐘休息裡面還有精彩的排局 也是昨天短排的一些排局 給大家 享受一下 然後呢 我們10分鐘之後會馬上回來 不要走開喔 就算是 這幾個 大陸 過程 就算是 呢 四次 他 那 呢 家 呢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泡沫時間,剩下最後10名玩家 那這邊我們的action會慢一點,因為呢,我們這裡是會做同步的發牌 那就意思是說,這藍桌跟紅桌要每一手牌打完才可以發下一手牌 11個抵抗 所以在想,大家觀眾也很奇怪,想說AK為什麼要想 因為現在他不希望自己出局 所以他這邊,可是AK就像我們剛剛講,只有前3%的牌,可以一定要推了 哇,韋良這邊應該是要蓋掉了,因為有HK先推了 那他每一個人都不會想讓自己成為一個bubble boy 因為現在就是0跟110萬的差距啦 那這AJ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easy4 那韋良在這邊會有考慮呢,是因為我們也知道徐亮的形象不是那麼好 而且他還是全場最少的了 對,他這邊做個race,一般在後衛的玩家如果有任何比較好的質量的牌 有可能就會退all in 所以韋良在這邊覺得他的A勾有可能會大 這A勾我覺得還算是蠻好蓋 如果這時候你拿一個AQ或拿一個9940 就...哇... 好 好 再一個bubble time 後來韋良還是選擇扣一個AZ 我相信他的考量應該就是因為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徐亮很聳 所以可能會影響那個... Chunton Seal的all in的range可能會變寬 所以他AZ也算是... 算是前10%,前8%左右強度的牌 所以他覺得可以... 他可能也憋不住了 因為他只剩10個大忙 可能沒有辦法可以再看到一手這麼好的牌 所以他就選這個而已 嗚...現在有一個... 44%了 那我們看一下他翻牌前盈利是28% 那這個翻牌後發出來有買花又買順的面上 現在又可以買分錢 對,他增加到44% 那這個轉牌沒有改變任何... 排力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合牌 欸...不幸 有時候太多AZ真的發不出來 真的 不幸的我們看見Wai Leong Chan 在這... 比賽中 是我們的bubble boy 泡沫拿 然後呢... 卡順的 可能會被打蓋啦 可是... 不是這麼多的組合 我Tank可能會直接... 缺Full了 因為這樣... River都會很難決定嘛 沒有位子 還是艾利歐他的另外想法呢 他要Bit Bit 然後再一個... Dumb Bluff 這樣子 我們看River 哇... 這個有點尷尬 我們已經說過 如果出來一張圈的話 對Ivan很不利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見Ivan在合牌中了兩對 對... 對他來說 這是一個Miracle Card 他在這邊 本來是覺得自己排力不一定比對方強 對 但是因為這張合牌發出來時 他會覺得他應該是... 這局的贏的玩家 對...如果我是他 我應該會下一個蠻重的組吧 Vai Lu Bei 我可能會打一個... 50萬一個底次 他在這邊選擇下組了37萬5千 Action到许亮 那许亮是一個頂兩對 那... 根是一定根的 他只是在想要不要加組吧 那...在這個Bord上面 我覺得Core會更好 因為... 這上面有K勾 也有... 7-8 對吧 還有勾8 這種可能性 然後呢 當然他們也是小忙大忙的位 所以... 這是... 很有可能手持的一些... 組合 那... 這裡看見... 許亮選擇只有跟住 然後呢 非常開心 對... 自己的圈九 可以拿下那麼大的一個底池 那... 許亮也是... 這個比賽中... 對... 有些人呢 他會看錶 如果他的那個... 呃... 就是... 秒... 秒鐘在哪個四分之一的這個Quadrant裡面 他們會選擇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覺得選花色比較簡單啦 不然你要看手錶被發現 哈哈哈哈 那這邊我們看見 又是許亮跟RV6打了翻牌